一极法斯 名词为受落无染源 因为如果有落响 就有染住 你被染无落 没有落的响呢 没有染 着重在地受落而不染 这个事情 众生受苦有苦想 有怨恨 受落呢 他有贪念 这就是错误 造业了 受苦 没有苦想 他不造业 想落 没有落的想 没有丝毫贪念 他不造业 那么他造的这种 这佛法的不得已用个名词 叫敬业 这个业是清净的 没有任务 什么人能做到呢 阿罗汉以上 阿罗汉以下都不行 所以阿罗汉以下的人 他造善意 他造善意 不造我 虽造善意 也没有 落的 这个 念头 他才能出得了六大轮回 如果造善意 他的修行成就在哪里 就是六根在六成境界里头 得清净性 他的功夫全在此地 他没有离开六成 在六成里面 想落 没有落的念头 受苦 没有苦的念头 完全是清净平等觉 那么换句话说 清净平等觉 是这样修成的 这叫正功夫啊 这个不容易 一动力 就又落在六道里 出不去 受落 游落地下 就是由贪主 善法 到山上道去 悟法呢 就到山悟道去 也就是 也就是 在境界里头里 一切 一切享受 一切享受 云里 流道 受苦 没有怨恨 心是清净 受落 没有贪念 心还是清净 这就处理了 他轮回来了 这种享受啊 就相当于阿罗汉 阿罗汉 阿罗汉的路径就这样 就这么修了 就这么修了 没有损失 没有损失 什么叫损失 齐心动念 就损失了 分别职责 损失了 就堕落了 有果报 静业 没有果报 与三相道 不相应 与三窝道 也不相应 它跟什么相应 跟极乐世界相应 跟 华藏世界相应 这叫真修行 这真功夫啊